这个夜谭来了 咱们也就想到 今天又可以谈一谈优秀的女性 当然这个女性算不算优秀 她的反对派不这么说 像是韩国这次竞选 反对派怎么讲朴槿惠 怎么讲朴槿惠 说她只是生理上是个女的 朴槿惠徐老师你了解吗 我那天在电视上 我为什么觉得想关注一下这个女的 我那天在电视上听我们马斌 就讲她的一生 马斌把她一生都研究了 不是现在都在讲 有些人真是天命所归 我觉得他就是干这个的 你先看看她这个照片 朴槿惠 我跟你说 不要被她这个表面所欺骗 我觉得这是一个刚一样的女人 你再看下一张 这是她在哪 徐老师你想得到吗 我们的中央党校 朴槿惠在中央党校做讲座 她讲这个新村 韩国的新村运动 中国制定农村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据说也参考韩国的这种新村运动 她和她父亲朴正熙搞的这个 你再看下边 这是他们一家人 父亲朴正熙 母亲陆英修 好像是叫陆英修 你知道我就觉得要从这个演绎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 是个什么样的人 就说1961年朴正熙是什么人 朴正熙是发动政变 推翻李承晚政权 李承晚咱知道 推翻李承晚政权 然后做了五届韩国总统 然后被刺 但是枪打出去 没打着她 打着了她身边的夫人 就是说朴槿惠的妈先死了 然后朴槿惠当时在法国留学 一下就回来 你看亚洲一些国家有这个传统 她成了第一女性 这么多年 然后到后来 这就咱就说韩国人为什么能够说切纸 韩国人发生的这个事 有一天朴正熙和他的卫队长 到他的那个情报局长 咱们就感觉是是安全局长 情报局长的家里 当面斥责这个情报局长 好像叫姓金吧 金局长 说金局长 你怎么能这么处理这个学生示威呢 金局长 拔出枪来 棒棒 总统和卫队长都打死了 你说 很戏机 没错 所以我觉得她 她这个女人 你看 她这个27岁 父亲朴正熙遇刺身亡 46岁朴景慧重返政坛 她54岁的时候 当了这个大国家党党首的她 遭遇袭击 也是被刺 被一个男的用材质刀在脸上 划的都划了 缝了17针 缝了17针 如今 昨天晚上传来的消息 韩国第一任女总统 就是这个女人 朴 朴景慧 但是文桃 我听你在说的时候 你一直这个 在用这个女性词汇的时候 我总觉得这个词汇里边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你要说这个女人 这个特殊的女人 你一直不把她当作一个正常的女人 来看待 我感觉是 我觉得你能意会到这一点 非常好 你可以谈谈 对此 你想到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像 有挺多这样的女性的 你比如说像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的这个女总理 然后是包括 这次又是韩国的这个 她整个的一生啊 包括像冰岛的 像默克尔 我们看着她 我们从来想象不到说 她的家庭是怎么样 就是她那个家庭是引在幕后的 或者是大部分是 很多人是没有家庭的 然后她的勇气大到 像那个冰岛的女总统就说 我就是一同心恋 我根本就不要家庭 像这个朴槿熹的名言就是 我没有家庭 我没有子女 所以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爱 所有的精力都拿来贡献给我的国民 对 这个在韩国呢 选举的时候 人家骂她 也是这个理由 咱们说有那个三无人员 她在韩国就属于三无妇女 就是没有父母 没有丈夫 没有子女 没有子女 但是你觉不觉得奇怪 就是包括中国 很多政治上走得很高的女性 包括是董事长 这种女性 事业很有成的 为什么往往真的就是三无呢 不不 当然她有父母了 都有父母了 但往往都终身未婚 扫吧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林巧智 对 是不是 我们的敬爱的无疑 还能举多少例子 还有几个总理 做父母 不总理 大部分 我觉得女的到高位 基本上是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像西方的 就是她自己上去 她甚至像希拉里这样 虽然是老公式总统 但是我们也很难说 她是因为克林顿的关系 因为她本身政治上很强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她还帮克林顿 像德国 那个根本 大家都不管她的家庭是怎么样 像 这是一类 第二类就是亚洲其他国家的 他们呢 虽然不靠丈夫 但是他们都靠父亲 都是 比方说昂山素基 印度尼克鲁的女儿 对不对 巴基斯坎的布托的女儿 像这个 你刚才说她三无 其实她始终是她的父亲的影子 一直在 今天很多人投她的票 是因为投朴正希的票 对不对 所以一类是女的自己 一类是因为女儿 因为父亲 还有一类中国以前 位置最高的女性 上一个时代位置最高的 宋庆龄 宋庆龄 何湘宁 何湘宁 邓颖超 康克清 江青等等 王光美等等 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男人吗 他们都是因为有一个更成功的男人 他们才变成成功的 他们本身也很成功 我们话说回来 他们像邓颖超 你不能说她是 她自己一生做了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毫无疑问 你看到她不是因为父亲 她是因为丈夫 所以这是三种类型的女强人 政治女强人 就是要补充一点的是 我觉得就是刚才这么说 好像是亚洲的女性 就是不是靠丈夫 就是靠父亲 其实这个也未必就是全部争取 我觉得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因为她子女很多 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比如说 她要像这个朴槿惠 就很明确 她父亲事实上是60年代 那个时候的事情 然后当时的那个时代 是一个韩国剧烈变化的时代 她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就是秘书 我们可以说她是大秘 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么她到了十几年后 再付出政坛的话 她要让人家记起她 她要让人家这个 还要投她的票 我觉得是绝对是脱胎换骨 就不是说 我有这么一个父亲就行了 像那个也很 就是昂山素基也是的 她父亲是个将军 没问题 在缅甸地位很高 但她父亲遇刺之后 她回 她到了英国 她完全可以不涉及任何政治 她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当她回来之后 她有特殊身份 她做出的选择 她后来的选择是最最重要的 但是你看昂山素基的老公 多么可怜 当然我认识她老公 还是在电影上认识的 就是我觉得真够惨的 娶这么一个太太 最后生癌 她都不能陪她 对啊 而且一次一次的回去 要看望这个昂山素基 这夫妻就是 她老公就是守活寡 这等于没有在一起生活过 公平人家昂山素基也守活寡 作为女性 对啊 但是这是谁为谁守活寡 就是你昂山素基 是为你的信念 是为你的坚持 是为你的运动 老公招水惹谁了 为了爱情 对 为了爱情 你相信吗 为了爱情 是 他真是为了爱情 也为了信念 你想他第一 他获得这个和语奖 就是他丈夫不懈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 我特别希望这样的男人多一点 这样的男性一多 很多 就不会对于这些女性来说 就不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你要这个还要那个 这种问题都不存在了 反正就是谁给谁当用人的问题 是吗 这不是用人 我觉得是两个人在一起 做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涂抹上 无数美丽的借口 对吧 但是这个事情的本质 我认为是个主仆的关系 是吗 就是 你可以是爱情 我爱你 我愿意当你的仆人 什么叫群下之臣呢 我愿意做你的群下之臣 闹 我真的太过分了 他太 你想啊 任何一个男性 当一个女性 在无私的奉献给他的时候 大多数情况下是男强 然后女的辅助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 没有任何人会觉得不正常 也没有人说是主仆 说你不是妻子你是仆人 但是如果是这个辅助的变成丈夫 变成男性 为什么你就有这种奇谈怪论 就是我这个 就是所以大男子主义啊 都在根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所以大男子主义啊 都在根上的 甚至包括他刚才的这一番对各界妇女的论述 骨子里也有大男子主义的意识形态啊 这个咱们也没办法 也就不改了 不是要改要改要改 我是说啊 你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呢 我最近在想啊 到底是不是非得是主仆 对反过来也行 谁为谁服务吧 谁是谁的后方吧 谁为谁做后勤吧 是不是只有这样才能相对长久 因为有人跟我讲啊 真正的说两个人都要强 长的好的长久的不多 概率上不多 为什么 这个是非常少的 因为当两个人都非常强势的时候 这个家庭的生活肯定就空置掉了 虚化掉了 因为两个人都在外面奔波 然后他相处的时间也很少 然后各有各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想啊 我们可以找得到一对 你像以前的萨特跟波弗啊 在学术上都很有名 对不对 都是哲学家 对吧 喜欢他们是吗 我不是喜欢他们 但是我觉得 他背后有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 首先不结婚 对不对 然后两个人 大家都open 对 然后大家都很开放 因为他 他就是 他事实上 他还是有 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他还是有不断的感情经历 对 就两个人都有不断的感情经历 对 这是一种 不是家庭的 一种精神上的凝结的关系 哎呦 两个人呢 到最后 还是就是互相认对方 是这辈子最爱的这个 so mate 伴侣 灵魂伴侣 对 你说他们呢 实际你说还是一种亲人的关系呢 你说当时就做一个协议吗 萨特和波夫啊 就是首先就我们完全诚实 我们双方完全诚实 甚至他们你们这种文人 有这个写作癖 不光是要诚实 还要写出来 还写上来 你搞了什么男人 我搞了什么女人 都写出来 互相都要说 都得知道 这是我们共同写作的一步 被他俩人搞自己 搞坏 我也觉得是 对对对 本来是这样好的事情 你搞了什么人 我搞的他用死 给他搞的 什么要能最简练 我们节目时间短 对吗 就是我就说 然后呢 可是实际上 这两个人呢 是人生的探索者 对 他们也在尝试 你知道 因为现在出来的很多资料 就发现了 这个波夫啊 经常像一个怨妇一样 暗自引气 嫉妒啊 吃醋啊 怎么都没有呢 经常的是很不愉快 但是呢 哲学家有一种叫 倒成肉身呢 这是今天的哲学家很难了 就是说 你主张的未必你要做到 耶稣就是倒成肉身 就是我说什么 在我身上就做到 他们有点这个一风 就是我主张这个 男女就是能够各搞各的 同时我们还好 那么我就 我就走下去 操人 我们只能说 这个是特例 钢铁战士才能这样 而且你知道 一般人做不到 萨特 我到后来觉得 这是个什么人呢 他到他的晚年的时候 他供养着不下六七个女人 其中还有一对姐妹 你说这种供养 怪不得他说他人是地狱 没说得好 但是你说 他真是为了性吗 也不见得 他供养的其中一对姐妹 真正的关系 还姐妹花 姐妹花 但是真正的关系 只是一个什么 他一个星期 到这个姐妹家里 跟他们吃顿午饭 这是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就 他 他幻养众多 别说的太纯洁了 幸亏当时没微博 当然我也没看见 千千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保险就是阳光 是分担 也是分享 是温暖 也是希望 保险就是阳光 阳光保险集团 零污染 岛国新西兰 发生逾奇事件 特级汝牛 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咱们还得拉回正题 我们有正题吗 表警惠 我就说 三无妇女 对吧 没有父母 没有丈夫 没有子女 表警惠 我们说的这个事情 就是今天的世界 特别在中国 为什么往往有成就的 女性 家庭方面 不大容易找着配偶 现在是两极分化 我当时看了联合国的 一个数据 最近的这20年 中国的妇女的就业率 大幅下降 下降了20几个百分点 我看了吓一跳 因为说明很多女性 在回归家庭 就跟日本一样 她根本就不工作 找个比较有钱的 小日子过得挺好 生一孩子 或者两个孩子 然后她就回到家庭了 这种人很多 这是主流 80后的大学女生 现在也都说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对 这个人跟男女平等 有时候没有关系 很简单的生存计算 怎么样能够 投入少 产出多 像朴槿惠这样 我觉得她是另外一类 其实她比波夫娃 我觉得还要难 为什么呢 你想中国也有很多 这样的妇女 她一个人截然一身 然后在那奔事业 很多人都在问 因为中国是一个 你不得不承认 是个男权社会 然后他们大致的观点 都说 你作为一个女性 首先她会问你 你干嘛要这么拼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你拼了之后 你为什么不兼顾家庭 你根本就没尽到责任 这是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说 你像朴槿惠那样的话 同样的问题不会问男人 绝对不会问男人 我跟你说 对 所以我就 刚才我还问 也谈一问题 这个女人要强 或者要在外面 这个冲冲杀杀 那么在择偶方面 是不是不配合生物规律 男人事业有成 找女人的机会更多 女人事业有成 为什么选择男人 好像就不大容易 我最近看了个报道 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报道是 它是调查了女性 对男性心目当中的 这个理想的 找什么样的男的 据说年轻的 24岁以下的女的呢 比较喜欢音乐书本 口味相同 然后身上肌肉发达的 年纪越大呢 比方再大一点 就要外表有吸引力 要有野心 再大一点要斯文有理 再大一点呢 就要高收入 给安全感 最妙的是 到50岁左右 甚至以上的呢 他要求男的有智慧 有幽默感 还要性生活和谐 你说是女的 女的50多岁 男的50多岁 女的 女的 结论是 女的50多岁 还敢提这要求 对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就女的年龄越大 人越成熟 自己越成功 对男人的要求越高 这个给了我一个 很大的启示 因为我们以前 讨论过很多次 就讲 女的常常体重 是什么男的 这是肤浅 男的动物性 他男的到了50岁60岁 还在找20岁的女的 为什么呢 我现在搞明白了 就是因为成熟的 了不起的女的 要求高 就女的在进化 男的永远动物性 在主导 所以就造成不匹配 对 女的事业一成功 尤其是像刚才 那个三无兵公主这样 对 你们注意到 他27岁父母双亡了 46岁付出政坛 中间这19年 到底在干什么 他是个秘密 不谈的 他肯定有过 对 这个很奇怪 所以你看 他这很奇怪的 他有所有 有的报道里面就在说 说他呀 并不是不想找 而只是说 错过了时间 一错再错 就再也找不到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更倒肉了 就是说 曾经有一个复联的 我们闲聊天 他就说起 现在这个贪官 养几百个情妇 到处都是这种新闻 他说以后干部 都是我们女的当 我们女的当干部 至少可以不犯这错误 这我倒想起来 至少在咱们这个国家 为什么相比之下 女领导出这个性的绯闻 什么养情夫的 这个问题有关 那么他们那些女权分子 告诉我说 女人的性欲 跟男人一点不差的 甚至比男人需要更多 那么他是受到压抑了吗 这个我跟你说 他这个说的是特定 因为是个男权社会 当男人掌握权力 这种时候 欲望也就掌握在他手上 所以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看到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当时是一个女贪官 这个贪官 他是特别厉害 就是大叫大嚷 拆迁 他是冲在头一个 就是属于冲冲杀杀那种人 人家觉得他有魄力 然后一路升迁 升到国土局的一个副局长 国土局 你想想看 所以他就有钱了 有钱了之后 他怎么办呢 他看上 他的第二任丈夫 是他怎么要来的 直接跑到他们那儿去 要死要活就闹 闹了来了之后 他只好又跑到 他那个第二任丈夫的前妻那儿去闹 你必须要跟我 你不跟我不行 就是闹到最后 这对就分开了 离婚了 真的跟他结婚了 他养不养亲夫呢 养 他就他的一个上司 他就跑过去给人家打电话 他养他的上司 对 他就跑过去给人家打一个电话 这个是时期的报道呀 我没有造谣 打一个电话说 你到某某宾馆来 我要跟你谈谈事 跑到宾馆之后 他就说 你赔我一夜 我一个晚上五万块钱 是真的 闻他想 这么早不打电话 他上司 少了一点 少了一点 不是 这如果是个腐败 窝案的话 他上司只比 他上司能出五十万 到最后 到最后的结果 就是很有意思 他就形成一个利益群体 到最后已经不是姓了 就是一个利益群体 他的这个上司就 一直当他保护伞 为他说话 这个就回答了 你刚才的一个问题 中国现实情况下 有很多女的做官的 我不是算全部 那太得罪人 但至少有一部分 我们来说一小部分吧 他获得权力 是跟他跟男人的 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 获来的 因此他 虽然他已经有一定的权力了 但是他在使用性权力方面 还是要有所顾忌 你明白吗 比方说他 假如说他现在是 不管他用了五万 怎么样 他跟他上级有关系了 那上级要是对他 有一点好感了 他在下面 再到处乱包 跟多位不同的人 保持不正当关系 危险性就很大 所以我说 为什么这是一个选择性问题 因为你这个前提太多 不是 我问你叶塔 你也是个女性 作为女人 咱要是说假设一个虚拟环境 这时候你们彻底放开了 没人管你们 怎么玩都行 女人 你也愿意跟多位男性 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吗 不是的 我觉得 就是刚才那篇报道是对的 对于女性来说 我不知道这种特殊的行业 或者一般来说 确实是这样子的 你越到了这个 你有自己的一个需求 精神需求 因为对于女性来说 她的忠诚度会更高一点 她一旦认准某个类型 她不会轻易的变更 你比如说 我们经常说 这个上海女人怎么样 或者广州女人 惠州女人怎么样 什么的 她认准女人 她就一心一意地为家庭着想 但很少去变 再简单点说 就是30岁的时候 她的标准比她20岁的时候要高 40岁的时候 她可能标准还高 你知道这个男的就怕就怕这个 看来看就没人找 所以这个世界上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歧视度 对啊 就是这样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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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